听到这叫声,唐杰迅速冲入罐内,只见先前那家人正在罐中,地上还躺着一个婢女,已是早就死透了。 见此情景,唐杰的嘴角抿出了一丝笑意,哼,成了,那鬼物此时已然是受惊落逃,没了鬼物附身,死去的婢女自然便倒下了。 唐杰已是掐动灵觉,开始探查周边灵气波动,寻找那藏匿的鬼物。 这探查之术还是顾长青教他的,虽然不是什么强力的战斗法术,但适用性极广,如今用来搜捕鬼物最是合适不过。 这一查之下,果然感觉到空气中,一道灵气波动向着灌后而去,阴华宁时,虚而不识,正是鬼气波动之征兆。 唐杰呵呵一笑,对着一一道,哼,你留在这儿吧,小心恶鬼反扑啊。 自己则是举步向灌后走去。 倒灌后是一个破落的院子,院子里头长满了杂草,看起来已是好久无人打理,只有一张石桌和两张石凳。 唐杰进入院中,四处张望了一下,目光停在院中一只正在贪睡的黑猫身上,笑道, 哼,怎么,这时候知道要附身家出啦? 那黑猫瞪起绿油油的眼睛,发出喵的一声低笑。 唐杰摇了摇头,哼,还装啊,明明都已经离体了,却还是徘徊不去, 是想着等我走了之后卷土重来吧,啊? 不过今天,既然撞到我手里了,也算是你倒霉。 那黑猫低撕一声,竟是发出呵呵人声。 哼哼哼哼,一个小小灵狐街,竟然也敢如此大言不惭。 吃相得早早退去,否则大爷细干你的洋气。 唐杰指尖已是亮出一点光滑,那就试试吧。 他也不多话,一记元气针已是向着黑猫点去。 那黑猫尖撕一声,猛得跃起,对着唐杰的脸上挥出一爪。 这五个爪劲发出撕裂空气的斑驳轻声。 唐杰却只是笑了笑,任由那猫爪打在自己的脸上,却连个血印子都没能抓出来。 左手极深,已是抓向那黑猫的咽喉。 这里是别家后院,唐杰不欲声势太大,因此速战速决。 鬼本无形,只能发挥机体之物,自身的力量。 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,这猫的力气再大十倍也是无用。 只是这一抓之下,那黑猫半空中突然一个扭转,竟是避过了唐杰的手,静止朝着罐内冲去。 唐杰一恶,励之不妙。 如果这鬼物不肯离开道罐,而是存了心的要把人拉下水的话。 唐杰屈指一弹,几枚银针已是飞射而出,正中黑猫。 那黑猫咧下了一下,却是尖丝一声游自前冲。 他本是鬼物,操控触体,只要还能行动,就算脑袋被砍掉了,哪都能跑。 唐杰知道,不能让他跑进罐中,否则必生死伤啊。 子殿纵身法发动,如一道极点冲来,后发而先知的抓向那猫的镜皮。 那鬼物不想唐杰一个灵狐气也能速度如此之快,惊叫一声,眼看着这就躲不过去了。 就在此时,迎面一位小道童走来,正看到唐杰扑向野猫愣了一下,那鬼物大喜,全力扑向道童。 唐杰知道不好,爆喝一声,这一声吼,如红中巨浪,震得那鬼物一阵眼花,身形竟是治了一阵,撞在那道童身上,却还没来得及出手呢,唐杰已是一把就抓住黑猫的脖子。 不想,那鬼物操纵,只是身体一扭,便已退开,只在唐杰手上留下了一把皮毛。 那鬼物飞窜向房顶大梁,同时尖声长撕着,你不是灵狐街。 这普通的灵狐街,绝对不能发出如此震人心魄的鹤声。 唐杰冷笑道,哼,我就是灵狐街。 已是飞身上梁继续追击,逼得那鬼物无法冲进灌钱大殿。 只是,他刚才那一鹤已是惊动了不少游客,一些人纷纷向着后面而来,就见到一人一猫赫然正在厅中飞檐走壁,一时间全都看得呆了。 那鬼物却是得了机会,猛地冲向下方,正扑向之前那鬼家小姐。 眼看那小姐再躲不过,一道人影飞纵,正撞在袭来的黑猫上,正是一一。 一鬼一惊撞在一起,旋即分开。 唐杰已是随后扑制,手中一点筋芒壁线对着那黑猫的头顶,扑就刺下去了。 那鬼物知道,自己彻底失去了机会,厉笑一声,就见黑猫体内蹦出一个人影,若雾气般隐隐绰绰,却只有半个身子,满脸血污,轻面獠牙,看起来是凶利之极。 这一幕,吓得所有人都尖叫起来,哼,原来是只妖斩鬼啊,唐杰冷笑,这鬼的形象与他们生前的经历有关,大多数是怎么个死法就保持怎样的形态。 这只鬼物半身不见,显然是被妖斩而死。 妖斩为文心酷刑,也就意味着,这多半呢,生前也是谋人性命的兄弟之辈,才能有此待遇。 此后,怨气不散,一成厉鬼。 那鬼物献了原形,对着唐杰就是一声尖丝。 这一次,他的尖丝竟形成一团清光砸向了唐杰。 唐杰哼的一声,任由那青色光团砸在身上,对着那鬼物是妖击一掌。 这一掌,不是任何法术,只是震动灵气。 鬼本无形,亦是寄灵而生,以普通手法对付他并没什么效果,反而是这种撼动灵气的做法对他伤害最大。 不过,这也只是对一般的小鬼有效,若是修成鬼缘,有了平衣,就还是得用正式的法术才能应对。 果然,此刻唐杰一掌暗出灵气波卷之下,那妖斩鬼的影像历时一片模糊,散而复聚,就像是水波中倒映的画面一般。 这一下,对那鬼物的伤害非小,那鬼物大惊之下,再不敢出手,转身向着远处飞射而去。 这一次,他是真的想逃了,哼,想跑,唐杰哼了一声,正要发足追去,就听一声爆喝,区区鬼碎之物,竟敢成凶,还不受死。 罐内一点青光炸线,打向那逃跑的鬼物。 青光打在鬼物的身上,炸起一片青烟,那鬼物凄厉哀嚎着,反而更加迅捷地扑向山下,速度竟越发得快了起来。 唐杰急忙冲了出去,这才看到身旁还有一人,却是那白侠罐的罐主。 一个头顶道观长须的中年男子,没想到,他也是个修者,刚才那一道青光,就是他打出去的。 两个人同时追向那鬼物,一边跑,那罐主还一边说道,多谢公子慧眼,没想到李仲书家竟出了鬼物。 若为公子,李家只怕祸在旦夕了。 哼,只是正好发现,靠没想到罐主也是我被修行中人呢。 哎呀,惭愧惭愧,只是学了些皮毛而已。 哦,对了,贫道浮于道人。 啊,喜悦学子唐杰,见过浮于罐主。 唐杰应付了一句,他可没心情搭上这道士,一路狂奔,已从山上冲到了山腰,正看到那鬼物向着一处鸢尾花林中飘去。 唐杰身形电闪,已追了过去,正要干脆彻底地结果这厉鬼,却听一声女子轻疑。 咦,怎么有只鬼满山乱跑啊? 随后见到一道人影疏然出现,却是个身穿白色青螺纱裙的女子。 这女子仙妖楚楚,迎人一握,柳眉清淡,眼儿便如水波般荡漾,却是说不出的轻力脱俗。 在她的腰盘还挂着一串铃铛,走起路来是衣媚飘飘,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。 此刻,她突兀出现,正惊奇地看着那鬼物。 那鬼物大概是逃晕了头了,一见有人便张牙舞爪地扑过去,妄图挟持自保。 那姑娘却只是轻笑一声,掏出腰盘的铃铛对着那鬼物摇了摇。 一阵月耳铃声响起,那鬼物竟是震住不动,随后就见那姑娘伸出鲜鲜玉纸对着恶鬼头部那么一点,只见那恶鬼已是化作一道乌光,竟是被射入灵中。 那姑娘晃了晃铃铛,似是听了一下里面的动静,轻笑奄然,已将铃儿重新系在腰间。 这鬼竟然就这么被她给收去了。 唐杰与那浮鱼灌主同时停步,一时亦被这突然发生的事情给惊呆了,倒不知该说什么是好。 还是那浮鱼灌主上前见礼道,浮鱼见过施主,那厉鬼凶恶无比,姓德女施主施以援手,才为让其逃脱呀。 那姑娘回道,算不上什么是以援手,只是既见鬼物,自然就捉了。 这声音却是说不出来的清脆悦耳。 浮鱼灌主道,既如此,施主为何不将这恶鬼除掉? 姑娘脆声声道,那是我的事,与你何干? 听她的口气,这鬼现在已经归了她了。 浮鱼灌主呆了呆,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,还是唐杰笑道。 呵呵呵,是这样,称恶鬼附身于李中书家,已经害死一人。 姑娘既然抓了恶鬼,最好是能跟李家人交代一声,也好安一下他们的心呢。 哦,原来是这样。 姑娘想了想,点头道,那好吧,我跟你们去,问问那李家人,可愿我将这鬼物带走。 那灌主心想,人家敢说不愿意吗? 只是事到如今,也没办法,只能是同意了。 仨人这便一起向山头走去。 那姑娘背着双手,神情看起来庸庸兰兰,却又带着几分跳脱顽皮,气质飘忽,一时间倒让人有些琢磨不透她的性情。 路上,灌主问姑娘姓名,那姑娘却道。 瓶水相逢,何必问这许多,做了好事,我自立去便是了。 那灌主有些姓姓,只是方便称呼罢了。 既如此,我姓许。 原来是许姑娘,在下夫妓,姑娘已是知道了,区区一个散修,这位是喜悦学子堂杰。 那灌主已向姑娘介绍道,听到堂杰是喜悦学子,那姑娘倒是又多看了堂杰几眼,说了句原来是喜悦学院的,就没再说什么。 听语气倒是颇有些不以为意。 至于这夫妓冠主,自称是散修出身,目前只是领海期,距离托凡倒已是不远了。 此刻上德山来,看到李家人已是吓得都贪了,冠主纷纷询问情况如何。 听到那冠主说,鬼已被抓获,李家小姐这才松了口气。 听说堂杰是喜悦学子,一群人又纷纷上前拜谢,哪里还有丝毫先前跋扈的样子。 那曾训斥过堂杰的仆人,更是连连给了自己几个嘴巴子,还是堂杰劝阻了他,只说恶鬼是许姑娘抓到的。 那许姑娘已说道,现在这鬼我抓住了,你若不要,那便由我处理,你看可好。 李家小姐哪里会有半点意见,自是忙不迭地答应。 下人们建议让他在道观里住上几天,请观主为他区区邪气。 其实啊,这鬼物并非真正的阴邪之物,这只是一种存在形式罢了,更不会留下什么阴邪之气害人。 可这些终究不过是无知凡夫,自我安慰之举。 这边许姑娘已道,事情了结,我可以走了吧? 说着就要离去。 罢主忙道,许施主请留步。 还有什么事? 赋予罢主陪笑道, 哈哈哈哈,倒是没什么事了,只是这天色已晚,施主不如今夜,留宿贯中,正好与那李家小姐做陪啊。 嗯,这样啊,姑娘想了想,点头道,那好吧。 看到此情景,唐杰道, 赋予罢主未免有些后此薄彼了吧,既然天色已晚,为什么不留我也住下? 那罢主笑道,哈哈哈哈,哎呀,唐公子说笑了,实在是罢中客房有限,容不下更多客人。 这样啊,那简单,唐杰道,随便给我与舍妹找件柴房就行了,不需要太好的环境。 管主有些犹豫,呃,呃,呃,唐公子是喜悦学子,如此对待,怕是不太好吧。 唐杰摇了摇头, 没关系,这是我自愿的,听他这口气,今天晚上还是非得住这儿,不可了。 那灌主无奈,只得让道童为他收拾了一间柴房,让唐杰和依依住下。 因为你也用冷在这个外面。 那么还准备了这 protection。 所以这个, corporat还是学长的路德人 那些却递换不只外港增轮,卧人同身不法笔至中国爱顺人